我們掌握像91筆消費紀錄 有50多筆都是鮭鴨條 但這50多筆鮭鴨條 消費在料理的過程 也不會只有單純的鮭鴨條 當然還有包括整個西洋館的食材 醬料等等 所以這些我們在包括 查控整個料理過程的食材 還有在行政院會 中央以及 包括桃園市副市長 桃園明因為他也是專業的 也集出來 所以整個過程都必須要非常審慎的來檢視 所以也絕對不會 單單只是不要聊過河粉而已 所以我們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料理的食材 都把它全面的做一一的檢視 那民進黨要求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要去嗎